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某位存在感不高的编剧 贡献的动画原创 如果你觉得这集的风格不喜欢 没有关系 它只写了这一集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591集 海外产品版642集的原创案件 拥有水族馆的家 这集观感奇特 前面给伟种 这个编剧要大干一场 这个手法估计了不得的感觉 后面突然就峰回路软 证明这是个错觉 这天阿力博士带着侦诞队 来拜访自己的一个朋友 朋友名叫水叔 是一个水族馆设计师 据说他的家里就是一个水族馆 这让博士都感到很稀奇 其实博士家也是一个实验室 那么大个别野 乐是腾不出一个房间给会员 于是博士特地带吴小芝来开开眼 看看什么叫水族馆加别野 我看是水族馆加商人吧 水叔家果然是个大别墅 塞个水族馆估计还富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房子大的人 朋友的房子也很大 然而博士按了半天门铃 却一直没人回应 奇怪了明明约好时间的 难道他想放我鸽子 这时一个男人拉扯行李箱 正好抵达这里 只见他满手行李 一身休闲服饰 显然是度假回来 刚下三轮 男人说的打了个招呼 原来他的名字叫阿渡 是水叔的助手 看到几人被放鸽子 阿渡面露稀奇 用钥匙帮众人开了门 原来这几天他都在国外旅行 今早才抵达这里 说着阿渡就打开了邮箱 放水叔去书厚厚一摞报纸 三小只自来鼠 尽直冲进大堂 只见这里果然有很多水族箱 每一个里面都是不同的水生物 而装饰上除了水草 沙滩 还有各种风格浓重的摆建建筑 比如这群来自加勒比海的鱼 旁边就放了一个加勒比海盗的船只 比如这些来自澳洲的黑尼墨 就在悉尼哥军院旁吸系 不愧是水族馆大师的作品 没想到养鱼这个东西 养讲究了也能变成上层建筑 奇怪的是 有一个水族箱里却啥都没有 可能还没想好养什么 这时 元太毛手毛脚 辣手催手办 把一个正在制作的建筑物屋顶给掀了下来 阿璐无奈笑笑 便拿出了注射器 注射出几滴胶水 将屋顶小心盖回 原来这种胶水要很久才能凝固 于是他嘱咐大家 不要再碰模型了 说吧就拿出了国外带回的巧克力 给侦探队吃 但是他叮嘱众人要先洗手 三小只一口答应 便兴奋冲去洗手间 然而刚走近 就听到浴缸正咕噜咕噜 原来有个人已经在先洗 柯南闻声冲进 你看到什么了 只见水书正泡在浴缸中 一动不动 柯南小作业时 便确定叫救护车已是徒劳 这具尸体已经没气了 进一报警 说着柯南就注意到 尸体脖子处有一个小孔 这是这么肥四 冷知时脖子被扎就会有孔 此外尸体的手指上 还有些许没有凝固的胶水 看到这 有人说凶手用胶水把水书粘在了浴缸里 慢慢淹死 底座不再上证明 要是真这么干 这集早出圈了 奇葩手法里定有这个编剧定位一席 想着柯南就被阿渡拎了出去 因为小孩子不能看尸体 好一个做作的证明体 木警官瞬间赶到 中午判断 水书的死亡时间 是在两天前的周五的晚上 死因为溺水 发现尸体则是今天周五十二点半 辞职的桌上放着没喝完的酒 这让众人不禁猜测 水书是喝醉了酒去泡澡 不幸淹死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喝酒不洗澡 洗澡不喝酒 案情逐渐原相意外 幸好这时 柯南发现了些许反常 他指出 水书被判断是晚上泡澡而淹死 可是发现尸体时 卫生间并没有开灯 毛利表示 他一定是摸黑泡澡吧 可惜大叔不在这里 没有人替木警官说话 于是柯南又指出 死者手指头有胶水 这个人竟然没洗干净就去洗澡 说吧 柯南又冲到了原泰迫害过的模型前 指出了胶水的来源 原来这是注射器型胶水 用来从事精细的连结活 刚木get到了 哦 一般在喝醉酒的情况下 不过做这种精细的工作吧 毛利大叔睡觉都不应想把人送进去 堂堂大师 喝点酒还不能连个模型 这故事告诉我们 刚木可能知道剧本 木警官决定让数据说话 去确定下水书死亡时的酒精浓度 看他是否酒驾 而不是酒泡 当然还有他赖以生存的 阿渡先生的不在场证明也确定一下 果然阿渡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一只水书被判断是周五去世 而阿渡在周四的晚上就出发度假了 周六晚上还在射击场留下了射击记录 直到今天这个周日才回来 说吧 他拿出了护照 让木警官随便查 这时袁泰非常心大 眼看东道主都挂了 他又炒人家的衣物伸出独爪 袁泰想试试那个模型屋顶黏住了没有 会员很有耐心 他仔细断向针管 发现这是一种在水中也能凝固的胶水 所以凝固起来时间特别长 需要12个小时 这让柯南大吃一惊 突然觉得时间也不长 因为死了两天的水书 其手指上的胶水也没有凝固 搞得他以为要凝两天了 这就奇怪了 这时木美惊声尖叫 说不好了 除了水书 水书的虾也死了 原来是那个空水族箱里 竟然有一地的虾尸体 会员表示这个虾是测试水质的 可是为什么都死了呢 天眼一旁的光雁也发现 另一个水族箱里也有一种虾子 只不过这个是红色的 可能这种是测试水温的 会员推测 可能是因为每个水族箱模拟的环境不同 所以用不同的虾子牺牲 这时原来有不美又发现 那个空水族箱里还活着一个小水母 看着这个水母 也不知道该说你们眼睛好还是不好 毕竟柯南一开始都没看着 柯南大吃一惊 这分明是一个隐形眼镜 出现在这里面 真是细丝极恐 想着便冲去洗手间 找到了水族的隐形眼镜盒 果然里面空空如也 柯南明白了一切 木户警官这边 测试结果显示 水族身体里酒精含量极高 完全够洗澡的时候不幸淹死 这是一起意外啊 阿渡悲伤的神情 趁怒水族屡不听全 现在终于就炮而死 懂一笑 身后的博士突然冒出 坑枪有力的声音 原来是柯南开始了推理 我认为水书泡澡前 可能并没有喝酒 柯南表示 水书的脖子上有一个小孔 其实这是凶手 用注射器注射酒精的痕迹 事情是这样的 凶手偷偷靠近正在沾模型的水书 用迷药物质 然后就用注射器 在水书的脖子血管里 打进了酒精 太狠了 不过这对柯南来说 就是两起扑斥的事 一记紧麻药 一记涉酒精 不留痕迹 这时凶手就将水书泡进了浴缸里 将其淹死 诶 你不如注射的时候狠到底 直接来个酒精中毒 这样多折腾水书 就这样 水族管打使水书死在了水里 我说的没错吧 阿杜先生 啥 阿杜演技纯精 跟我有啥关系吗 他去世的星期五晚上 我可是在国外呢 然而柯南表示 水书并不是星期五死的 而是星期四的白天就已经去世了 柯南解释 阿杜用一个特殊手法 混乱了死亡时间 吸引了水书的尸体 这也是礼拜四战场的浇水 到星期日都没有干的原因 要说是什么手法 这就要从水族箱说起 柯南Q起了侦探队 小只以教育 动只以装逼的 到来了水族箱的秘密 原来这些水族箱里装饰的模型 是跟鱼种互相呼应的 装加勒比海盗船的箱子里 是加勒比海鱼 太基马哈林水族箱里 是印度洋鱼 等等 如此一来 那个空水族箱要装的鱼类产地 也不难猜测 柯南指出 这个空水族箱准备要放的 就是这个浇水还没干的模型 而模型是扎晃的中塔 也就是说 这个水族箱要放的鱼 是来自北海盗周围的海域 问题来了 跟这个手法又有什么关系 原来 如此一来 这个水族箱就必须有保持低温的装置 以营造出北海盗海域的环境 没猜错的话 这个水族箱下有个冷却镜 客人解释 阿渡就是把这个冷却镜拿出来 放进了浴缸里 让尸体在这几天都处在低温环境 接着只需在今天早上赶过来 将冷却镜放回去 手法就完成了 迪普原来早一步回来过 那用水族箱和冰箱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没钱装水族箱的不也可以 柯南表示 可惜水叔因为泡得太久 隐形眼镜飘了出来 又沾到了冷却镜上 最后就被带进了水族箱里 成为了水族箱被利用过的证明 让大家失望了 还以为是尸体又塞进去过 这就是空水族箱里 下次全部死掉的原因 因为水温曾经不稳定 阿渡仍要辩驳 我上午没有来过 碰到博士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来 可惜辩驳无力 柯南指出 阿渡一进来就打开邮箱 拿走了囤了几天的报纸 期间却没有任何差异 这就不合理 我怎么觉得挺合理 有的水叔就不看报纸 可惜柯南还有证据 量检测 柯南指示的那个 只见见证大叔搬出了冷却镜 喷了几下神奇药水后 竟出现了消炎反应 诶等等 我怎么没反应过来 原来还记得阿渡在度假的时候 玩过射击 那时他在身上留下了消炎反应 为了强调度假 他没有换衣服 于是今天早上 在搬冷却镜的时候 消炎就沾上了冷却镜 话不能这么讲 一个水族馆大师 冷却镜上沾点消炎怎么了 我毛利大叔一介侦探 还被情酒拘过 刚摸不下手无情 不知几下 又将阿渡身上 喷出了消炎反应 这让阿渡要压切齿 承认了最新 到来了一个 让故事有点加分的动机 一开始 我真的很尊敬他 可是五年前开始 他就将狼裁剂了 这五年来 他用的都是我的作品 你想问 这动机老生长谈 何谈加分 可是我还是很尊敬他 只要能在他的名下 做自己喜欢的事 哪怕永远惊奇无名 有什么关系 可是前阵子 他却开始占用别人的设计 不占用我的了 你的老师看了柯南 觉得不能指着一个人耗了 他要用就继续用我的嘛 我这么努力 他又开始不用了 我不能原谅他 所以我就想 在自己被抛弃前 先抛弃他 我是这么想的 这是七行的尊敬啊 有点像斯德哥尔摩宗和珍重 受害者形成的竞争关系 反正尚好有点七行 人有时确实需要寄托 即便是别人无法理解的那种 但有的寄托是泡沫啊 不仅脆弱 破了之后还是会灭性的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看了这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想起 那种洗澡洗头 洗不干净的经历 其实有时候 可能不是洗法的问题 而是洗法水的问题啊 ogóle寻托した 请 su查看